星期五上午,教宗在塞瑞拉宫与西班牙皇室会晤后, 又到达离开马德里50公里外的爱西克利亚纪念馆, 与1600位修会青年见面。 教宗挤出福音化奉献生活的根基, 表达出与吉女身份与教会的共荣, 教会使基督所建立的天主吉女的大家庭。 他解释与牧林领导共荣的重要性, 因为他们代表上主并借助中途们宣讲所保存的信仰, 教会的教导和基督信仰的传统。 其外,他们以修会人士的身份, 与教会其他的成员, 比如教友,一起被招教于活出他们特有的圣照, 见证上主的福音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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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